2024花蓮年货大街3号下午在日出大道举行开幕仪式 即日起到2月8号每天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10点 民众可以前往任意采买选购 现场协正位特别要求摊商各项食品都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把规 让花蓮乡亲在年货大街可以买的便利又安心 2024花蓮年货大街正式开市 2024年花蓮年货大街3号下午在日出大道举办开幕典礼 今年总共召集90家摊商共享盛举 规划十大区域贩售商品齐全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展售 而县府也结合年货大街举办绘画活动 让孩子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 除了绘画家长与孩子们还有机会透过消费赢得丰富奖品 只要在有参加摩彩活动的摊商消费满250元 就能兑换一张摩彩券 天天都有机会筹总大奖好礼 我们的年货大街都是花蓮的地产 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加工另外二级产业 我相信拿着吃着我们的这个农产品 然后这个回到家做年夜饭 让我们家人都能健康 这是我们的所想 所以在这里农业处非常的认真 将我们花蓮县的农产品行销事件 在今年的四月份也即将到这个日本 那在新加坡也是已经有行销的管道了 所以感谢县意味的支持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不断的去拓展我们花蓮县的农产品以及我们观光 花蓮年货大街展售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2月8号 每天下午5点开始到晚上10点 民众都可以任意前往采买选购 而县长徐真卫也特别要求摊商的各项食品 都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 让花蓮乡亲在年货大街可以买的便利使得安心 记者徐立芹花蓮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